第四十一集 目前并没有什么特效药 这个土传性细菌病害 也常叫细菌性伪雕病 一般细菌类的问题都比较难对付 之前提到的柑橘黄龙病也是有这个问题 青枯病原菌Rostonia solanacirum感染的对象有 番茄、土豆、香蕉等超过250种作物 受到青枯病严重污染的土壤 目前最彻底的方式是淹水至少半年以上 才有机会将病害去除 所以在土壤的利用效率上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青枯病菌聚集在根系的皮层周围 当根系出现问题后 就会从根系的皮层进入到木质部阻值 然后再深入到地上 造成植株的伪雕和死亡 这个研究建立了一个观察方法 作者将具有发出荧光的一组基因Lux CDAB 转植到青枯病的病菌里面 这个被植入荧光的青枯病菌去感染健康的植物的话 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显像的技术来观察植株的发病过程 荧光物质在菌体内随着病原菌的负质 荧光也会增加的 表示它在体内是可以当作实时监控和定量的一种工具 作者将这个荧光物质转入到正常青枯菌之后的名称叫做FJ91Lux 正常菌株是在图片的最左边 因为没有被转入荧光基因 所以在荧光显像是看不到的 但在日光观察下面还是可以看到红色外观的菌株 左图的右边是有转值荧光基因的青枯病菌株 所以菌株会发出荧光 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荧光强度 经过转值荧光的青枯病菌株 作者也观察了它跟正常青枯病菌株的生长曲线 发现到它跟正常飞机转菌株的生长曲线几乎是重叠的 代表没有因为被转入这个基因之后 有不同的生长特性 下面两个图片是测量它们的细胞生物粘膜 这种生物粘膜是青枯病附着在根系上面很重要的物质 两者是一样多的 代表它还是维持轻染的能力 然后活动力也跟正常的青枯病菌株互相上下 这张图片是作者去检测转值病原菌株的活性 图片的最左边是荧光的强度跟菌种的浓度成正义 代表会随着菌体的复制而增加 中间图片说明细菌经过九代的复制 荧光没有减少 代表它有遗传性 最右边图片是说荧光的强度跟它生长的天数 基本上这个转植菌株生长到第八天 都维持高荧光强度 八天以后就会开始消退 这个图是转植菌体在番茄的生长特性 番茄感染转植青枯病菌 跟感染正常青枯病之后 感染过程都是在第三天之后就会出现问题 左图的Y轴代表的疾病指数 指数从0到4 代表从没有叶片感染 25%,50%,75%到100%代表受到感染 指数数字越高代表感染率越高 所有的感染指数在第三天之后就开始往上窜生 右边的图指的是感染的天数和荧光的强度 发现第三天到第五天是荧光强度最高峰 过后就开始下降 代表菌体在植物造成植物死亡之后 缺少了寄主供给营养 所以它也会进入死亡 这个是转植青枯病菌在番茄里面的发病过程 图片的最下面一行是在日光灯影像 中间这行是番茄的中段位置 最上面那层是植株的上半段位置 在第三天之后就侦测到荧光绿色和蓝色比较微弱的荧光信号 到了第三天已经完全进入木制部里 感染的第七天能够侦测到青枯病的病原菌 这张图片看到的是拟难戒受感染的过程 拟难戒是研究基转植物最重要的一种模式植物 照片的左上方看到的是染病指数 拟难戒比起番茄 它的发病指数要到第15天之后才会达到第三级 不像番茄大概第七天就完全死亡 所以说 茄科作物对青枯病是更加的敏感 右边图片是它感染后的荧光显像 从感染第一天到第15天整个发病过程 对比番茄 拟难戒大概是第5天之后才开始再观测到荧光 作者希望从感染拟难戒所产生的荧光亮度来定量青枯病的感染程度 左边的图是三种不同的拟难戒 最左边的是野生株 中间变异株一是具有青枯病抗性的基因 这个EIN2-5 最右边变异株二是把一些基因给拿掉 所以是特别容易感染青枯病的 可以发现到变异株一产生三 四级发病指数的相对的比较少 基本上变异株二的一个发病指数都非常的高 右边是它们在荧光定量上面的一个情况 这张图片看到的是 拟难戒受不同变异株的感染荧光险象 变异株一相对野生株和变异株二健康 最后总结 这个研究发展了一种非侵入性的方式来研究青枯病 在空间跟定量上 可以实施监控青枯病发生的过程 对于筛选抗病株跟抗病品种是很有利的工具 感染青枯病后的番茄 在第三天之后就会进入急速的衰败 第七天就会完全死亡 而你难戒的抗性稍微比较高 在第十五天才会完全死亡 在研究中也发现到乙烯跟水阳酸对抗病的功能性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维持土壤健康 土壤中性均衡的作物营养 能降低青枯病发生的风险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